有功夫就会有财富 欢迎收看功夫期货 我是齐王杰帅 各位东森财经的同学们 如果你们想要学会技术分析 战胜期货 现在就可以拿出你们的手机 扫描影片中的QR Code 或者透过LINE ID直接搜寻 小老鼠A957 小老鼠A957 直接加入杰帅的功夫期货粉丝团队 跟着杰帅一起来学功夫 在收看杰帅的直播节目时 请务必帮杰帅一个忙 记得帮杰帅按赞 订阅以及分享 如何按赞订阅跟分享 简单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这是各位观赏影片的画面 在各位观赏影片画面的左下角 有一个按赞的符号 麻烦各位动动你们手指头 给杰帅点一个赞 好那如何订阅杰帅的节目呢 右下角一个订阅的小铃铛 同样的动动你们手指头 点击这个小铃铛把它打开之后 就可以订阅成功了 身边有操作期货跟选择权的 亲朋好友 可以利用影片正下方的分享键 把我的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就可以了 好的今天是2月17号 台北股市呢 今天依然出现一个上冲又下行的行情 我们赶紧来回顾一下 整个三月起始今天的行情变化 今天三月起始开盘 开在18269 开完盘之后呢 往上冲到了最高点18330 接着再往下灌杀到今天的最低点18168 那今天的当冲幅度呢有稍微放大 放大到162点 但是整个行情依然是呈现一个上冲 下洗在上冲的行情 也就是说今天的行情还是脱离不了盘整格局的这个局面 那在昨天其实我已经透过这个技术现行告诉大家 目前整个台北股市也好 期货也好 都是属于一个区间震荡整理的格局 所以基本上千万不要去做追高杀低的动作 否则的话你很容易在这个地方受伤 那要怎么样避免追高杀低呢 我想在今天我们的这个技术分析教学里面 我们会跟大家来讲解 今天这个行情你要怎么看 而且期货呢 操作上有什么小技巧 我想在节目的一开始 我都会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我讲过了 在期货市场 在金融市场里面 你要记住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有功夫 你才能够享受到财富 如果你没有功夫 横冲直撞的结果 那恐怕会是伤痕累累 运气好会赚到钱 运气不好的时候会损失惨重 所以绝对不要用赌行情的方式 来操作金融商品 一旦用赌行情的方式操作金融商品 你会发现你会得到一个下场 什么下场 赢的时候就只有赢一点点 输的时候输一大段 那像这种结果 绝对会让你最后 所有的财富都损失在金融市场里面 好 那今天这个行情呢 我们就先从大盘来讲起 接着再来讲期货 我想接下来要注意的事情有哪些 我也会透过这个技术线行 来跟大家做一个分析报告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大盘 今天开盘之后的一个表现 大盘在今天开盘之后没多久 我就把这个日线图把它给抓下来 就长这个样子 那我讲过了 如果你想要研判今天大盘 或者是台始期的一个多空方向的话 一开盘一定要先看一条线 哪一条线 五日均线 每天我都在跟大家讲 对不对 如果说今天 他能够开到在五日均线上方 那就代表今天的大盘还是多方空盘 如果万一不小心在五日均线下方的话 那就是属于空方空盘 我想我已经讲过非常多遍了 只要你有长期收看我节目的东森财经同学 都一定知道这个方法 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今天这个行情搞不过拉近 K棒一开盘的时候 今天大盘是开低 但是开低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他还是在这一条五日均线的上方 所以今天大盘开低18点 但是他好险还是在五日均线上方 所以今天是一个多方空盘 因此你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今天就算他盘中有往下杀 可是尾盘他还是会给你拉上来 因为今天是属于怎样 多方空盘的格局 跌也不会跌到哪里去 但是问题来了 为什么他涨不上去 你有没有去了解这个原因 涨不上去的原因到底在哪里 我接着再讲第二个原因跟第三个原因 今天既然是多方空盘 所以基本上他跌不深 那为什么他涨不上去呢 很简单的 我们来看一下MACD 请拉近 MACD在今天终于来 由黑翻红了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柱状体 原本都是黑的 今天终于由黑翻红了 看起来好像有机会黄金交叉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今天大盘涨不上去 MACD的柱状体已经由黑翻红 DIF跟MAC已经形成了黄金交叉 趋势目前来看的话 是有转多的迹象 可是这个柱状体仍然在这个零轴附近 所以大盘容易震荡整理 那请问各位 大盘如果容易震荡整理的话 他有没有可能开高走高 一路往上冲 不可能 因为他这个还在零轴附近 所以基本上他涨也不会涨得太凶 那跌也不会跌得太深 所以基本上他就形成一个箱形整理 上面有压力 下面有支撑 这个从MACD这个技术指标 可以研判出来 今天这个行情为什么会盘整 再来喔 如果MACD还不够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KD指标 那KD指标今天基本上呢 还是怎样 三线同步上扬 来 KD指标 K值 D值 RSV RSV 全部上扬 那今天如果突破80的超买区 要留意回挡卖 这个其实我昨天就讲过了 那今天这条线其实有占上80以上 那我讲过了 KD指标的任何一条线 只要他占上80以上 都是进入了一个所谓的超买区 你记住一件事情 看KD指标 只要看两个数字 一个叫80 一个叫20 突破80叫做超买区 跌破20叫做超卖区 跌破20的话 尽量不要去追空 突破80尽量不要去追多 了解我的意思嘛 那目前的压力 我们就来观察一下 到底要看哪一个点呢 就看前波的高点就好 前波高点在哪里 118575 在这个18575没有站上之前 我们都先看一个震荡整理 突破之后 你还要看一下 他的成交量够不够 他需要时间 以及这个 来消化这个解套卖压 或者是获利卖压 我讲过了 这个卖压有两种 一个叫获利卖压 一个叫解套卖压 那18575 这需要时间 需要量能 这两个元素 一定要充分的 怎样 足够之后 他才有机会 往上突破18575 突破完18575 之后才有下一关 这个18619 这个大魔王关卡 为什么我称呼它为大魔王关卡 因为它是台北股市 有史以来的最高点 那当然支撑的话 我们就只要看这个月 这个季线 17800 不过这个季线 现在往上扬 这个17800 应该可以往上调整到 17,900到18,000点附近 因为季线已经开始在往上扬 往上扬代表什么意思 它这个支撑的点也慢慢在垫高 所以之前的17,800 现在你可以把它再往上调整 100点甚至于200点 也就是17,900到18,000之间 如果投资朋友 东森财经的同学 想要买股票的话 基本上17,900到18,000之间 我认为是一个很棒 很理想可以介入的这个点位 那在这边提供给 全国东森财经的同学做参考 好 这是现货解盘的部分 那期货今年操作有什么技巧呢 以期货今年来看的话 期货今年到底应该要怎么做呢 其实期货今年基本上 很简单嘛 开完盘之后 应该要再做一段多单上来 对不对 最标准的动作 应该是做一段多单上来之后 然后在这个高档地区 把多单卖掉之后 再放空下来 最好是来到这个低档地区 18, 168之后 再抢一段反弹上去 这个就是100分的操作 好 那到底要怎么样 才能够做到这个境界呢 当然不能靠猜测 事实上你也猜不到高低点 你一定要透过技术线形 来研判今天的高低转折点 那技术线形 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参考今天的转折 其实如果在这个地方你不晓得的话 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 那这个就是期货操作的一个小技巧 今天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东森财经的同学们可以认真听一下 来各位 这是今天台子期当中的一个操作小技巧 我今天要教各位来利用台子期的成交量 研判转折点 我曾经讲过 不管是开高或开低 一定要注意台子期的成交量 如果开低爆量的话 代表说这个地方已经是低点了 对不对 那低点要不要去追空 不要去追空 你反而可以去抢一个反弹 那如果是开高爆量的话 代表说基本上高点已经到了 那这个时候不要去追高 要去做一个放空的动作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台子期是开高 那台子期开高之后有没有爆量 好像没有 只有1500多口 那所以今天这个开高 它并不是真正的高点 代表后面还有高点 开高未爆量 各位你记住一件事情 如果台子期开盘没有爆量的话 如果它是开高的情况之下 那代表说它那个开高不是高点 后面还会有高点 那高点到底在哪里呢 各位请拉近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第一次来的高点 叫18325 这个地方出现一个急拉之后 它这里产生了一个2000口以上的量 这个叫爆量 那在今天18325这个地方 高档爆量2000口以上 这个地方就一站在卖方 所以你来看第一次的高点叫18325 在这里对不对 第二次的高点就只有勉强来到18330 所以如果第一次来到这个18325的时候 如果你能够看到这个成交量 它爆量2000口以上的话 基本上在这里 你就可以勇敢的站在卖方 因为这个地方已经高档爆量 也不可以再去追高 所以基本上今天如果开高未爆量 开高不是高 代表什么意思 今天开盘还是可以做多 但是做多要非常的小心 为什么因为这个已经开高了 那做多要怎么样小心 你就看嘛 看到这个地方来到18325 这个地方爆量之后 已经来到高档地区爆量2000口以上 你就必须要把你的多单卖掉 而且进场去做放空的动作 所以这个小技巧 我愿意跟这个东森财经的同学们 做一个分享 我希望你能够学到功夫 那当然以上这两份资料 我讲过了 每一天盘中我都会把它做好 分享给我全部群组里面的好朋友 那如果东森财经的同学们 你喜欢我这份研究报告的话 基本上是不需要花任何一毛钱 你就可以免费得到 那要怎么样免费得到呢 我讲过了 只要你愿意跟结帅交朋友 成为结帅的好朋友之后 结帅好东西 自然就会跟好朋友分享 那如果跟结帅成为好朋友呢 我讲过了 你可以利用影片中的QR Code 直接扫描QR Code 加入结帅的功夫期货粉丝团队 结帅就会把我每天 所做出来的这些研究报告 技术分析 免费的分享给大家 那很简单 其实各位 你只要加入功夫期货的LINE 加入这个群组之后 基本上你就可以立即免费取得 这个技术分析资料 因此现在就可以拿出你的手机 直接扫描这个QR Code 或者透过LINE ID 直接给他搜寻 小老鼠A957 那你就可以立即免费取得 这个技术分析教学资料 因此你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扫描QR Code 加入好朋友 但是光加入好朋友还不够 你一定要记得在加入好朋友之后 一定要再做第二件事情 什么叫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你必须要传送一个贴图 或者是一个讯息给结帅 让结帅看到你 才能够确认成功加入好友 这个有一些东升财经的同学 加入结帅的LINE之后 他告诉结帅 老师我从来没收过你任何资料 为什么会这样 原因就在于 你虽然加入了LINE 但是因为 你从来没有传任何的贴图 或者是任何的文字讯息给结帅 所以结帅根本不知道你加入了 等于说你的加入是透明的 是隐形的 结帅没有看到你 结帅没有看到你 如何把我的资料分享给你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们要传东西给你 至少要看到你的人嘛 所以怎么样看到你的人呢 很简单 你只要传送个贴图 或者是讯息 确认成功加入好友之后 你放心 就算你没有来索取 我都会主动传给你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记得 这个加入结帅的LINE之后 记得一定要 记得传一个贴图 比如说早安 午安 晚安的贴图 或者是传一个文字选讯 老师好 老师你好 老师早安 老师午安 老师晚安 随便一个文字讯息 让我看到你之后 就确认加好友成功 一旦确认加好友成功之后 你就会在每天 收到我们这两份资料 有时候一份 有时候两份 像这个期货的当冲操作 小技巧 我会教你 还有这份技术分析 研究报告 我也会传给你 那当然 我们为什么要学 这些技术分析 以及功夫 因为我们想要战胜市场 但是问题来了 不是每个人 都有时间 学这个技术分析 那怎么办呢 因为我知道 很多东森财经的同学们 你们可能平常 都是做股票 为主 我讲过了 全东森所有的频道里面 只有我一位分析师 在跟大家分享 其我跟选择权的 专业操作 其他的老师都在讲股票 现在所有东森财经频道 不管是电视频道 或者是网路频道 只有我这么一位 在讲期货 所以有很多东森财经的同学 目光都这样 已经放在 曾老师的一个身上 当然有很多东森财经的同学 你们不见得 有时间学技术分析 可是你们又很想赚钱 那怎么办呢 于是来了 结帅为了要帮助 全国东森财经的同学们 我研发了一套 好用的工具 叫做大探级 大探级的期货系统 来帮助全国的投资朋友 那为什么我要研发这套系统 因为我要让 全国的投资朋友 你们都能够很轻松的 战胜期货 像今天 这个期货的行情 一开盘要怎么做 我想很多人在开盘之后 就傻眼了 开在18269 我该做多还是该放空 很多人不晓得该怎么做 那我刚刚讲过了 今天你可以从 这个期货的成交量 可以看出来 今天开高之后 我们爆量 并没有爆量 所以开高它不是高 你必须要进场做多 那老师 我哪有办法注意那么多 你能不能有一个 简单的方式告诉我开盘价可以做多 当然有啊 这个方式 在我们的系统里面 有一个指标叫 闪电指标 大探情系统 闪电指标 它就是在8.45分 运用技术分析的方式 来判断多空方向 那一旦判断完毕之后 开盘价 你就可以直接进场 这个就是当充必备的领先指标 当今天开盘开在18269的时候 如果你不晓得该做多 或者是该放空 只要打开我们的系统 请拉近 你就会很清楚的看到 要进场做多 开盘价18269 来亲爱的投资朋友 如果有这套工具的话 你是不是连拆都不用拆 你是不是可以很轻松的知道 今天开盘价18269 就可以进场做多了 所以使用我们的大探级系统 今天8.45分 开盘价18269 你就可以多单直接进场 一笔单 至少两口大台子 那开盘之后可以做多 那结算我们带会员做多 当然有啊 来各位看一下 10.03分的时候 我看到这行情 没问题了 会上去了 我们就直接告诉会员朋友 市价多 3月期指目前的报价 在18302附近 收讯之后 不管价位多少 直接市价做多 至少两口大台子 这是今天我们全体会员的讯息 在18302多单进场 好 这个18302多单进场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探级当中指标 这个探级当中指标 今天呢 开盘没多久 也是站在多方 这里是不是出现一个箭头向上 而且今天的主力控盘趋势 今天开盘的时候 是先站在多方 后面再站在空方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地方基本上 我们的系统也是同步的站在多方 问题是这个系统站在多方之后 来到这里划了一个圈 这里出现一个停力讯号 在这个高档地区 18330这附近 这个地方我们比对一下 这第一次高点 这第二次高点 这第一次高点 这第二次高点 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多单停力讯号 接着没多久又出现放空讯号 所以我们系统真的很棒 对不对 就算你不懂技术分析 你今天都知道 要跟着箭头做多 来到这里把多单卖掉 那这个点位到底在哪里呢 来不用急 我们来看一下简讯 来10点05分 我提醒我们的会员朋友 市价多单 不管成交价位多少 你看到千万不要傻眼 我建议短线操作 在18329停力出场 请问各位 今天的最高点是多少 18330 我竟然告诉会员说 在18329把它停力掉 这个厉不厉害 而且是在10点05分 你有没有看到 这10点05分的抠讯 这不是在挥掐鬼才 本比亚的抠讯 今天的最高点 是在11点20分出现 你有没有看到 11点20分 我在10点05分的时候 就告诉会员朋友 市价多单 不管你成交在哪里 我们都建议短线操作 18329停力掉 来这是10点05分 我们全部会员的讯息 来我们开盘价 是不是做多一笔 18302是不是做多一笔 那我是不是告诉他们 18329要出掉 那这个18329 在什么时候出现 11点20分才出现 我什么时候告诉会员 10点05分 所以这一定出得掉 那出掉之后 是不是就可以拿下了 174点的价差 这个做多 这个做多 来开盘价做多 302做多 329给他出掉 是不是拿下了174点 当然你这时候一定问结算 老师这个点位实在太厉害了 这个18329实在太厉害了 因为最高18330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你是怎么样 知道这个点位 你的依据是什么 这个依据其实也是来自于我系统 来各位看一下 我们的系统有一个功能很棒 它叫做精算转折 基本上这个点位 其实我是运用我们系统 所算出来的结果 我去发给会员的 也就是说 当今天在这个高档地区 它出现一个停利讯号 有没有看到 这里是不是出现一个停利讯号 这个停利讯号 其实基本上我们的系统 也会把点位算出来 请再拉近一下 这个点位算出来 它叫多少 18329 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地方为什么要进场 把这个多单出掉 因为在这里 我们的系统告诉会员 要在这里做空 那既然要在这里做空 那是不是多单一定要卖掉 才能做空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有这套大碳级期货系统的话 你今天会在18329做空 一样的一笔单 至少两口大台值 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系统 来到这里 是不是出现了一个 多单停利提醒讯号 接着没多久之后 这里是不是又出现一个 放空讯号 这个放空讯号 跌下来 这里是不是又一个 停利提醒 空单的停利提醒 对不对 那这里放空 来18329放空之后 那跌下来之后 这里又出现一个 空单停利提醒 这个点位又在哪里呢 来接着请你往下看 既然它可以算出高点转折 它就可以算出低点转折 来请拉近 今天低点转折叫18172 这简直吓死人了 各位你有没有发现到 今天的低点在哪里 168 在这个18168 18168 你们看到 那我们的系统 所算出来的支撑转折 叫多少 18172 那最高点 误差只有一点 最低点误差只有四点 也就是说我们这套系统 它基本上可以去算出 高低转折点 那运动技术分析的逻辑把它算出来 算出来之后 基本上你就可以在高点 去做放空的动作 在低点去做多 那基本上 你就不会追高杀低了 其实基本上 如果能够知道高点放空 知道低点做多的话 你就算想输钱都不可能了 因为它伤不到你 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你看到 做空停利看支撑 329放空 172补掉 314点 如果你今天有这套系统 你今天还会在 18172再做多第二趟 早上 开盘没多久 先做多 然后涨上去之后 把多单卖掉 放空下来 接着在低点支撑的地方 再做一趟多单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来 1点10分 软体会员如果按照 这个短线支撑 18173做多者 我们今天价差80点 挂18253出厂收工 也就是说 今天尾盘的时候 那一段反弹 你只要按照我们系统 所规划的支撑转折 你还可以再抢一段反弹 80点 那两口单就是160点 所以这四笔交易加起来 吓死了 叫648点 648点 首先开盘价 以及简讯会员先做一趟多单 来到系统规划的压力转折 出掉 来 120点 54点 接着来到压力转折 给它放空 来到了支撑转折 给它补掉 跌几点 314点 最后这个支撑转折做多 然后再把它出掉 再涨几点 160点 那全部加起来就叫做 648点 在这地方特别恭喜我们的用户 今天又轻松的战胜 期货市场 好 那当然除此之外 投资朋友刚刚也看到了 我们的探级当中指标 我想有很多投资朋友 也是很希望能够来了解 这个指标 因为这个指标实在太好用了 它是一个带你进场 又会带你出场的系统 那当然有很多投资朋友 可能在盘中 也许没有时间盯盘的话 那我想我要好好来介绍 这一套系统 它绝对能够帮助你战胜期货 来我们来讲解一下 来 很多投资朋友都说 老师你的大探级期货系统里面 到底有没有一个 能够带我们进场 带我们出场的一个指标 而且又轻松又简单的一个指标 当然有啊 我们每天都在介绍这个指标 不是吗 叫做探级当中指标 那大探级期货系统里面 这个探级当中指标 跟很多操盘软体的指标 有很大不一样地方 有哪些不一样地方呢 我们简单来讲好了 过去有很多投资朋友 使用过很多套的操盘软体 他们都发现 根本就没有办法战胜市场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因为你们过去 所使用那些操盘软体里面 里面实在有太多的参数 太多的指标 太多的模组 所以每次8.45分一开盘的时候 你们根本就不晓得 要看哪一个指标 对不对 那但是收完盘之后 你们老师总是拿对的指标 出来表演 那这个情况之下 你们怎么可能跟老师同步 不可能嘛 可是你只要使用 结帅的这一套大探级系统 绝对100%会跟结帅同步 为什么呢 因为我做这一套探级当中指标 就是单一指标 那单一指标的情况之下 你是不是就不可能选错指标 你是不是完全没有任何选择的困扰 而且我说过了 这一套系统 它日盘夜盘你都可以做 你不会错过任何的行情 最重要是它清除 简单容易上手 你一看就知道该怎么做 那做法有两种 我都来做一个说明 来仔细听了 来各位 来首先 第一个方法就是跟着探级箭头进场 所谓的探级箭头就是 多空讯号 当你看到红色箭头向上的时候 代表多单进场 当你看到绿色箭头向下的时候 代表空单进场 当你发现 这个新兴符号的时候 代表你的部位要停力出场 那当然 有很多东森财经同学都说 老师我盘中根本就没有办法看盘 我更没有办法看软体画面 那我要怎么样跟着它操作呢 很简单 不管你这个系统是装在你的手机 或者是笔电 或者是桌机都一样 只要把系统的声音打开之后 你就可以去做你自己的事情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套系统 它有一个声音的提示功能 就算你不能一直看着软体画面 你也可以把声音打开之后 去做你自己的事情 当有任何的进场讯号 或出场讯号出现的时候 我们这一套系统 它就会发出叫声 告诉你该动作了 比如说像今天好了 来 早上你如果再忙没关系 你就把声音打开 这个地方出现一个红色箭头向上 这个时候你听到声音 你就去看电脑画面就好了 红色箭头向上代表要干嘛 要做多嘛 这个时候你听到声音 看到箭头 你就跟着进场做多 来到这里出现的停力讯号 你的系统再度发出叫声 告诉你什么 多单可以停力了 这一段行情涨上来 你就可以轻轻松松的 享受到41点的价差 各位今天早上多单 要是能够做一个短多上去的话 我跟你讲 你卖掉的点位 绝对非常的漂亮 因为这个点位几乎是最高点 刚刚跟大家讲过的叫18329 这里做多 这里18329卖掉 你可以享受到41点的价差空间之外 接着第二个讯号 出现的时候 他一样会发出叫声 告诉你要进场放空 你只要在这里放空 在这里停力提醒讯号出现的时候 他一样会出现叫声 告诉你要补掉 一样可以再赚46点 这一段涨上去赚41点 这一段跌下来赚46点 两笔加起来叫多少 87点 所以你今天多空双向操作都可以赚钱 好 这是第一种方式 那第二种方式 来 跟着探情星星进场 什么叫探情星星 很简单 当你看到多单 停力提醒讯号的时候 代表什么意思 已经涨很多了 这时候就不要再做多了 空单就要赶快进场 而当你发现空单停力提醒讯号出现的时候 代表已经跌很深了 这时候不要再做空了 多单就要直接进场 来看一下今天 很厉害 早上我们是先做多 这里是不是做多 涨上来 这里是不是有个停力讯号 这个停力讯号出现的时候 基本上你就可以事先去做一个放空的动作 然后看到这个放空讯号的时候 你可以再加空 你了解我意思吗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地方你可以做两笔空单 叠下来之后 这里是不是有个停力讯号 这个停力讯号就是让你把空单补掉的讯号 这里放空 这里补掉129点 然后这里出现了空单停力讯号 告诉你要干嘛 可以做多嘛 所以基本上你还可以再抢一个反弹 再赚50点 所以这里129 这里50点 加起来到多少 170点 所以今天这个行情 基本上你可以站在 在逢高的地方 当你看到这个停力讯号的时候 基本上你就可以进场放空 再出现箭头向下的时候再加空 所以这个是可以赚更多的一个方式 在这边跟我们全部的用户 以及东森的财经同学做一个分享 因此在这地方 我讲过一件事情 如果说你没有时间学技术分析 你也没有时间看盘的话 基本上只要拥有一套好武器 你本身也能够成为功夫高手 我讲过这套系统 是我本人亲自研发出来的 那我本人研发出来的 这个操盘软体 基本上它的想法 就跟我的做法一样 有没有看到我们今天 开盘怎么做 做多吗 涨上去 我有没有告诉会员 要把多单除掉 有 除掉之后 我们系统是不是在高档地区 18329在放空下来 是不是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操作 那这些完美的操作 其实不是嘴巴讲讲而已 它都是有真凭实据 都有证据 所以绝对不可以夸大 你懂我的意思吗 那当然 如果你拥有一套好武器的时候 你也能够成为工夫高手 我们的大探级期货系统 就是要帮助东森财经的同学 以及期货的新手 能够轻松的入门 我知道有很多东森财经的同学们 你们都在做股票 你们的资金可能 有好几百万 好几千万 甚至于好几亿 但是在这个地方 期货可能对你们来讲 是一个新的领域 因此你们更要利用这套工具 好好的帮助自己来轻松入门 不尽量避免去缴学费 在这个期货市场里面 有很多人缴了很多学费之后 还是怎样学不会 我希望各位能够用最轻松的方式 学会期货 而且轻轻松松的成为赢家 所以在这个地方 温馨二月 我们做了一个很温馨的活动 叫做来就送活动 什么叫来就送活动 我们有三大商品 大探级系统 期质当通讯息 选择权当通讯息 我们在二月份开放了各位 选择一项再加证一项 各位你们只要利用这个 0800370888的免付费电话 可以直接来电咨询 这次活动的内容之外 更重要是一定要记得做一件事情 扫描QR控 或者透过LINE ID 小老鼠A957 直接加入杰帅的功夫期货粉丝团队 每天免费取得杰帅的 技术分析教学资料 每天跟着杰帅一起来学功夫 今天由于节目时间关系 我们就进行到这边 祝福全国东森财经同学们 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拜拜 期货市场 归缺多变 唯有实战 才是王道 每周一至周五 下午两点半 准时收看 五期东森财经新闻 YouTube直播节目 东森期货 由期货大师杰帅 教您硬笔子 真功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